当今的WTA不解汇集了世界上最出色的女网球选手,同时还胜产富婆。 根据本周二福布斯公布的2018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显示,收入前十中网球选手占据巴西,且前六度被网球选手垄断。 其中,小威廉姆斯、沃兹尼亚齐和斯蒂芬斯分裂前三、前世界第一、23度大满贯冠军小威廉姆斯, 尽管无缘今年的六月份不不思公布的全球收入前一百的球员,但是美国人却连续三年。 长连世界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首位置,去年九月小威产下一名女婴,今年三月份,美国人选择在北美印第安维尔斯赛复出,截止到本赛季六月份, 美国人一共赚的6.2万美元赛事奖金和1800万美元的代言收入,以总收入1810万美元的高居榜首,即将于本月末开始的美网。 小威将继续向自己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4座大满贯单打冠军发起冲击,试图再次追评马格丽特考特的24座大满贯冠军记录。 不过尽管目前的大满贯各数位居第二,但是她的职业赛事,奖金迄今为止是其他女球员的两倍。 此外,在这份2018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球员榜单中,新科奥网冠军丹麦田新沃兹尼亚齐,以总收入1300万美元位居第二。 90后美国新秀斯蒂芬斯在去年赢得个人职业生涯首座大满贯之后,今年在这项榜单上以1120万美元的收入排名第三。 去年,年仅25岁的斯蒂芬斯职业生涯首次在美网决赛战胜同胞凯斯,在赢得首个大满贯荣誉的同时还收获了370万美金。 根据美网网协近日宣布,2018美网公开赛,总奖金将提升至5300万美金。 男女单打冠军将分别获得380万美元的奖励,继续刷新四大满贯奖金新高。 作为未免冠军的斯蒂芬斯,如果美国人能够成功未免,那么明年的全球最高收入女运动员一定会再次有她的一席之地。 此外,在这份榜单中还出现了两届大满贯冠军西班牙球员穆古鲁扎和俄罗斯人沙拉波娃的身影,他们分别以1100万美元和1050万美元分居第四、五位。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曾连续11年高居该榜单的首位,不过因为2016年的禁要事件,俄罗斯人不仅遭遇竞赛,同时自身的商业价值急剧下降。 在榜单其他的排名上,五届大满贯冠军大威廉姆斯,新科法网冠军哈勒普,三届大满贯冠科贝尔分别以1020万、770万和700万美元分居第六、八、十位。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无理去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